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微生素是保持生命活动过程必须的一类微量的低分子有机化合物 微生素的种类很多 化学结构差异也比较大 微生素虽然既不是构成机体组织的材料 也不提供能量 但它们在机体的物质和能量代谢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微生素一般以其本体形式或前提的形式存在于天然食物中 目前微生素的命名有三个系统 其一 按发现的顺序以英文字母命名 比如微生素A B C D等 第二 按照其功能 比如抗坏血栓 抗肝炎病因子 抗脚气病因子等 第三是按照其化学结构 比如四黄醇 硫氨素 核荒素等 为了避免混淆 这个表格给出了各种 微生素的发现时间和不同的命名 微生素按照其溶解性分为两类 脂溶性和水溶性 脂溶性微生素不容易水 但容易脂肪和有机溶剂 包括微生素A B E K 在食物中与脂类共存 它的吸收与肠道的脂类密切相关 可以在肝脏和脂肪组织中存储 由于机体有存储 所以如果一段时间内膳食缺乏 不会出现问题 但若摄取过多 容易在体内蓄积而导致毒副作用 目前膳食补充剂或食品中常常强化微生素A和D 在选择时 需要注意剂量 水溶性微生素是溶于水的微生素 包括B组微生素和微生素C 大多数水溶性微生素以及腐霉的形式 参与机体的代谢 水溶性微生素在体内没有存储 当机体饱和后 过多的微生素将从尿中排泄出来 与此相反 若组织中微生素耗结 则摄出了微生素 绝大部分被组织摄取利用 从尿中排除减少 因此 可以利用尿复合实验 对水溶性微生素的营养水平进行评价 水溶性微生素在体内很少蓄积 一般没有毒性 但若一次大剂量的摄入也会出现中毒 比如微生素C B6等 若达到正常人体需要量的15到100倍时 就会出现毒性作用 下面我们讲一讲微生素A 微生素A的基本形式是全反式四黄醇 即微生素A1和三脱氢四黄醇 即微生素A2 耗者的生物活性仅是前者的40% 但两者的生理功能是相似的 动物体内具有四黄醇生物活性功能的 有四黄醇 四黄泉和四黄酸 可以被机体吸收和利用 植物中不含微生素A 但在黄色 橙色 红色甚至绿色植物中含有 类呼噜不素 类呼噜不素需要在体内小肠 和肝细胞转化为活性的微生素A 才能发挥作用 所以类呼噜不素也称为 微生素A源 比如α 呼噜不素 β 呼噜不素 β 引黄素和γ 呼噜不素等 但也有一些黄色的食物 比如玉米 辣椒红 叶黄素 番茄红素等 目前认为它们不能形成微生素A 因此不具备微生素A活性 现在已经发现的类呼噜不素 约有600余种 仅有1%是微生素A源 其中最重要的是β 呼噜不素 并常常与越粒素并存 天然微生素A容易脂肪和有机溶剂 对热 酸和碱比较耐受 一般的烹调和罐头加工不会破坏 但对养敏感 因密封 避光保存 当食物中还要磷脂 微生素E 微生素C 或其他抗氧化剂时 四黄醇和胡萝卜素较稳定 但脂肪酸败时会遭到破坏 食物中的四黄醇 一般与脂肪酸结合成 四黄脂脂的形式存在 四黄脂脂和内胡萝卜素 常常与蛋白脂结合成符合物 经胃 乙液和肠液中的蛋白酶水解 而后在小肠中 胆脂 乙子酶和肠子酶的共同作用下 释放出脂肪酸和油力的四黄醇 以及内胡萝卜素 释放出的油力四黄醇和内胡萝卜素 与其他脂溶性食物形成微团 通过小肠绒毛进入小肠黏细胞 膳食中有70%到90%的四黄醇 25%的内胡萝卜素被吸收 在小肠黏细胞中 β胡萝卜素转化成四黄醇 每6毫克的β胡萝卜素 可以产生1毫克的四黄醇 而12毫克的其他内胡萝卜素 产生1毫克的四黄醇 肝脏存储内胡萝卜素的能力有限 过多的内胡萝卜素 由血浆子蛋白运输至脂肪组织储存 血浆中胡萝卜素水平 一般反映近期胡萝卜素摄入情况 但不反映体内的储备水平 肝脏是存储微生素A的主要器官 四黄醇主要以中铝酸 四黄脂的形式存储在肝心状细胞和肝主细胞 肾脏中四黄醇储存于肝脏的1% 眼色素上皮细胞也有少量四黄醇的存储 微生素A在体内被氧化成一系列的代谢产物后 与葡萄糖全肝结合后 由胆质进入肠道 约70%的微生素A经过此铜镜排泄 而另外的30%由肾脏排泄 微生素A的主要生理功能是维持正常的视觉 微生素A是构成视觉细胞内感光物质的成分 人视网膜的感状细胞内含有感光物质 四脂红质 对暗示力十分重要 四脂红质对光敏感 当其被光照射时发生变化 则十一顺势四黄醇 转变为全反式四黄醇 同时释放出四蛋白 引发神经冲动 此时能看到物体 这一过程我们称为光四颜 与四蛋白分离的全反式四黄醇 在酶的作用下重新转变为顺势四黄醇 再与四蛋白结合形成四脂红质 供下一轮循环使用 但是每一个循环都会消耗掉一些维生素A 因此维生素A需要持续补充 人从光量进入暗处 因四脂红质消失 最初是看不清楚的 但若有充足的全反式四黄醇 它可被著存在四素上皮细胞内的 一构酶作用为十一顺势四黄醇 并再与四蛋白结合 使四脂红质再生 恢复对光的敏感性 从而能在一定的躁度下见悟 而这一过程成为暗时应 暗时应的快慢取决于照射光的波长 强度和照射时间 同时也与体内维生素A的营养状况有关 四脂红质如果聚合不足 暗时应的时间延长 甚至会产生夜盲症 当维生素A缺乏持续进行时 会导致脚膜干燥 脚化 失去光泽 儿童会形成B托斯斑 此时若微生素A缺乏的状况 不能被纠正 则会出现脚膜软化 溃疡 穿孔 最终导致失明 第二 微生素A可以维持 上皮细胞的正常生长与分化 微生素A对上皮的正常形成 发育和维持十分重要 微生素A充足时 皮肤和机体保护层 如肺 肠道 阴道 泌尿道和膀胱的上皮层 才能维持其抗感染 和抵御外来侵袭的天然屏障作用 当微生素A缺乏时 糖蛋白合成异常 上皮基层 发生增生变后 表层狡化 会削弱机体的屏障作用 使机体抑郁感染 缺乏微生素A的儿童 极易合并 上呼吸道感染及腹泻 第三 微生素A具有免疫功能 微生素A 有抗感染微生素支撑 通过对免疫相关基因 表达的调控 调节机体的细胞免疫 和体验免疫 微生素A 还促进细胞的生长和分化 四黄圈通过于 RR2、R、X2超家族受体结合 影响多种基因表达 通过蛋白质表达 调节机体多种组织细胞的 生长和分化 包括神经系统 吸血管系统 眼睛、视肢和上皮组织等 微生素A缺乏的儿童 生长停滞 发育时缓 骨骼发育不良 缺乏微生素A的孕妇 其低体重儿的风险增高 目前 微生素A的缺乏依然严重 世界范围内 越500万学龄墙儿童 处于严重缺乏的状态 而1亿8000万儿童 处于中等缺乏状态 微生素A补充剂 可以改善这种状况 转基因食品黄金大米 正是应对这种状况而研发的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转基因食品黄金大米的信息 可以看以下这个链接 微生素A缺乏 最早的症状是暗示力下降 严重时可以导致失明 微生素A缺乏 还可以导致皮肤干燥脚化 食欲下降和感染 微生素A缺乏时 集体的血红蛋白合成能力下降 导致免疫功能低下 儿童生长发育迟缓 微生素A过量 可以引起急慢性中毒 甚至有刺激作用 微生素A一次大剂量瘀肉时 早期症状为恶心 呕吐 头痛 眩晕 视觉模糊 肌肉失调等 当剂量更大时 则会出现嗜碎 咽石 扫动 反复呕吐 一般情况下 如果停止摄肉 绝大多数是可以恢复正常的 但如果摄肉过多 也可以引起死亡 低剂量长期摄肉 引起的慢性中毒 则更为常见 一般常见于膳食补充剂 摄肉普通食物 一般情况下 不会引起中毒 但是动物肝脏 尤其是海鱼的肝脏除外 摄肉葫萝卜素 一般不会引起中毒 因为葫萝卜素 向四黄醇转化的速度慢 且随着摄肉增加 肌体的吸收减少 大量的葫萝卜素 可以导致高葫萝卜素血症 皮肤出现黄染 但停止使用 既可以恢复 没有其他的毒性 对微生素A集体营养状状况的评价 可以根据生化指标 临床表现 生理状况 以及肾瀉射肉等综合判断 常用的生化指标 由血清微生素A的水平 相对剂量反应实验 暗示力测定 血浆四黄醇结合蛋白等 膳食或食物中 全部具有四黄醇活性的物质 常用四黄醇当量来表示 表示已经形成了 微生素A和微生素A元的总量 其换算关系如下 我个微生素A推荐摄入量 是每天成年男性800 女性700 最高可耐受摄入量 是34黄醇当量 其他人权如下表 微生素A最好的来源 为各种动物的肝脏 鱼肝油 鱼卵 全奶 奶油 芹蛋等 植物性食物只能提供 类胡萝卜素 类胡萝卜素主要存在 深绿色蔬菜和红黄色蔬菜水果 如西兰花 菠菜 空心菜 蜗菊叶 芹菜叶 胡萝卜 碗豆苗 红心红薯 芒果 木瓜 柿子等 目前 膳食微生素A补充器 也非常常用 但应该注意 用量过大 不仅没有益处 反而有害 以下是常见食物中 微生素A的含量 下面我们讲讲 微生素D 微生素D是内固醇的 延伸物 含环物清晰非环结构 并具有钙化醇活性的 一类物质 以微生素D2 麦角钙化醇 即微生素D3 胆钙化醇 最为常见 微生素D2 是植物体内 麦角固醇 经紫外线造色而来 它的活性较弱 而微生素D3 是由著存在皮下的 胆固醇原生物 企图将胆固醇 在紫外线造色下 转变而成的 成人只要经常晒太阳 一般不会缺乏 但当日照不足 比如北方的冬天 或空气污染严重时 微生素D 必须有膳食供应 微生素D容易脂肪 和有机溶剂 对热和碱稳定 不易氧化 一般的烹调方式 不易损失 但在酸性溶液中 容易分解 食物中 约50%到80%的 微生素D 在小肠吸收 经淋巴进入血液 微生素D的主要生理功能 是促进小肠 对钙的吸收和转运 同时促进肾小管 对钙铃的重吸收 以减少丢失 它对骨细胞的作用 有双重性 当血钙浓度降低时 会动员骨组织中的钙铃 释放入血液 维持正常的血钙浓度 当细胞外 钙铃的浓度饱和时 则促进骨质钙化 微生素D具有极速功能 与假装螃蟹素 降钙素共同作用 维持血浆 钙铃的浓度 微生素D还可以通过 微生素D受体 调节细胞分化 免疫 炎性反应 以及生长发育等 微生素D缺乏时 会影响骨骼的钙化 进而造成骨骼 和牙齿的矿化异常 在儿童常会引起勾楼病 营用而缺失时 骨骼不能正常钙化 导致畸形 肋骨畸形 以及细门闭合延迟 和触压推迟等 而成人会导致软骨病 和骨质疏松 成人尤其是孕妇 颅母和老人缺乏时 可以是已经成熟的骨骼 脱钙而发生骨质软化症 和骨质疏松症 导致骨盆 厚胚 以及腿疼 过量四肉微生素D 可能会产生毒副作用 中毒的症状包括食欲减退 体重减轻 恶心 呕吐 以及血型概率升高等 可发生动脉 心肌 肺 肾 肾脏 气管 等软组织钙化和肾结石 严重时可以导致死亡 对于机体微生素D的营养状况 可以从以下四个指标进行 微生素D既可以由膳食提供 又可以有皮肤合成 故期膳食推荐摄入量较难估计 我国2013版的 甚至推荐受量提高了 所有年龄段的推荐水平 0岁到65岁的成人 每天的推荐受量是10个微克 最高可耐受受量是50个微克 经常晒太阳是获得 微生素D的有效来源 但过多的日晒 会增加皮肤癌的患病风险 如果依照医疗专家的建议 涂抹防晒霜或穿防晒的衣服 指微生素D合成的能力下降 微生素D主要存在于海水鱼 肝脏 蛋黄等动物性食物和鱼肝油质剂中 人奶和牛奶微生素D的含量很低 古墓 蔬菜 水果也仅含少量的微生素D 或几乎没有微生素D的活性 微生素E和微生素K的缺乏情况较少见 大家可以下载PPT自学 这里不再详俗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 谢谢大家